保护您生命安全的防灾对策 当有暴雨、地震等灾害时 为了能安全而迅速地避难 必须知道一下事情 这就是避难场所的标志 避难场所设在港区市内的所有中小学校内 发生灾害时 为了安全地移动 请一定平时确认好避难场所 此外也预先确认家人的工作单位 学校以及紧急联络处等 下暴雨等时 由于路面积水 看不清排水沟、井盖 所以非常危险 要平时找好离您最近的安全场所 以便紧急是暂时避难 有停电的可能性 请准备好锁电筒和携带式收音机 以便收集信息 另外 要储备至少能维持三天的饮用水和食物 为了保护家人的生命安全 应该召开一次家庭防灾会议 商量好并确定去避难场所的路径 也要查清楚是否有危险之处 确认家人之间的联络方式等 此外 要积极地参加地区的防灾训练活动 从平日期应该重视 与地区均匀之间的关系 参加地区的防灾